前两天晒的蘑菇已经干了 今天准备做小鸡炖蘑菇 怎么样这蒸蘑 加点水 给它泡开先 等一会呗 大概多少时间能泡好 泡 大概半个小时 这个鸡是前两天狗咬死那只 正好拿它来做小鸡炖蘑菇 油已经快烧开了 老爹在这边扒洋葱 我们这边的小毛葱 这都是咱家自己种的小毛葱吗 在这晒着呢 今年一年吃的 下锅 倒点酱油 你看这小鸡那么大一点 三斤多很 三斤多呢 嗯 嗯 这个是个小母鸡啊 嗯 白虾了哈 嗯 流的下蛋了都是 都有蛋茶的了 这么快啊 嗯 来年开春就老早就下蛋 真白虾了 它也会咬 哎 哥们把小鸡 小的鸡全小鸡 全成大鸡 哈哈哈哈 哎 上了二次都要全成大鸡 啊 加点蚝油嘞 伏极也没了 全都不熟悉了 只有气 哎呀 你说撒到十遍也不解事哈 是 嗯 一小子 焦黄焦黄的 加上东北的农夫三泉水哈 嗯 也就是井水 哈哈 泡好了呀 好 这个是浮抹过哈 对 这个是浮抹过哈 还有点松散膜 还有点松散膜 嗯 挺我还真没吃过这样 对 尝尝呢 嗯 这一炖 就是把鸡汤的汁 都让蘑菇给吸收了 所以说真蘑菇就是非常好吃 等着了 点炖大概多长时间吧 柴子不容 怎么应该半个多小时 它这个鸡小晚上能好炖一点 半个小时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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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你爸 哈哈哈 鸭口都不好 我爸已经加入老太太行列了 后面大四鸭都没有了 你光顺前面嘞 前面是多少颗呀 那是 前面六颗鸭 有吗 那现在满口就十二颗了 我让他看一下 看我们前面这景色多美 太漂亮了 这老妈又包了一些大馒头 怎么样 大不大 大 太大了 什么 带劲 包了面这大馒头 我说呢 有点那个 黄 嗯 翻黄的 蒸出来就要个明显了 我要嘛 嗯 出锅了 放了一点这个蒜沫 这感觉太好了 出来了两盘 这就是我们东北的小鸡炖蘑菇 家常版 大馒头准备出锅了 嗯 这么一炒多好看 这我妈手艺棒棒的哈 有点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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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有点 还是我妈的手型呢 刚夸你 烫啊 哪个别的东西呗 想直接就用手抓 这嘎巴多好啊 吃饭 多好啊 咱家精神面貌不错 哈哈哈哈 一说吃都提起精神 哈哈哈哈 嗯 那 来一个 来一个蘑菇 太行 这是真磨 我还没放血 太行 哎呀 嗯 真好吃哈 那个鸡肉那个味全都浸在这个蘑菇里了 太带劲了 再来一个这个带嘎巴的 真 瞒到 这生活啊 老好了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下关注 谢谢